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8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嘉晴 首先和大家过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国第二季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4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跌近九成 将为每北京演唱会 歌曲彩虹和大量的彩虹元素遭到封杀 有平权人士指 中共视所有有组织运动为敌 伦敦涂鸭长话题和反共的二次创作图片 外国网红批评中国学生的行为艺术 是低级红高级黑 详细的新闻内容 中国经济不论出入口和内部消费都全面转叉 连外资也对中国失去了兴趣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4月到6月 中国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49亿美元 比起1月到3月的205亿美元大减76% 也比去年同期下跌87% 是自从25年前有统计数据以来 读得最低的数字 另外 中国外汇储备年升两个月 7月份重返3.2万亿美元 但分析指出 不能从单一月份看 整体来说还是下降 反而值得关注的是 每年贸易顺差 为什么外汇储备仍下降 到底钱去了哪里 听下纯音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星期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至3.2万亿美元 较6月底增加113亿美元 胜幅为0.35% 官方的解释是 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和预期 世界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下跌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加上回率截算 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下 当于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台湾全国公总大陆事务组组组长 黄建坤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不能从单一月份去看 整体趋势 中国外汇储备仍是下降 它最高的时候是大概3万9 2014年时候 然后就一路下滑 下滑到现在 就是少了大概一兆美金左右 其实这个议题 我们一般反而会是说 它是不是资本外逃 问题是每年贸易顺畅 但是它的外汇存底 为什么一直往下降 比如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 将所谓的外汇转到外面去 有一种讲法就是 一些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 它资产配置 或者是说 它觉得留在海外比较安全 至于外界经常质疑 突然回声是不是数字存在造假 台湾来自协会 賴榮偉就说 这个数字造假 已经是世界公认的问题 当发现说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跟中国社科院的 或者是其他单位的 经常会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数字 当然是可能也是有这个情况 摆脱不了了 另一边商 中国海关总署 星期二对外公布 7月份进出口 4829.2亿美元 年减13.6% 其中 出口2817.6亿美元 年减14.5% 进口2011.6亿美元 年减12.4% 贸易顺差806亿美元 获见群重申 按道理只要是贸易顺差 外汇存底 你应该还会增加 本台翻查外汇局公开的资料 早于2015年年中 外汇储备 是高达3.6万亿美元 但之后持续下跌 再去不回这个水平 自2016年1月跌至3.2万亿美元 去年12月底 都跌至3.1万亿美元 今年除了4月和7月 都持续在3.1万亿美元水平 自然亚洲电台记者 信音报道 台湾歌后张惠妹上周末 在北京演唱会 被中共禁演歌曲彩虹 个迷穿戴的彩虹服饰 也被禁入场 有同性戀者指出 事件反映专制中国 和台湾文明的差距 有平权运动关注者指 中共是所有有组织运动为敌 近年大力打压LGBTQ等平权运动 听听情文报道 早在2000年台湾国庆日 歌手张惠妹在典礼上 主唱中华民国国歌 张惠妹在两岸关系上 其中一位被受触目的艺人 到了今年 张惠妹获准到大陆开演唱会 虽然演唱会的安排 已经尽量去政治化 但在同性平权议题上 仍然出现了争议 上周末 张惠妹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举行演唱会 全中共当局封杀了演唱会当中 所有涉及同性戀以提的元素 包括彩虹这首歌 被替换为其他歌曲 歌迷穿戴彩虹服饰 也被保安没收 和阻挡在场外 需要换上黑衣才能进场 发名冰冰的同性戀人士同本台说 原本这次有很多性少数群体 买飞到场支持 张惠妹的北京演唱会 因为张惠妹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 支持同志平权运动 和多元化 无聊到遭到官方打压 她表示 中共近年将管控的手 伸向各个领域 同性戀群体 也都难逃打压 张惠妹 北京演唱会 很多人被要求换掉彩虹服 和去掉彩虹标志 中国官方公开要求 演藏彩虹标志 也就是平权标志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近年来中国政府 对国民这种黑手管制 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次演唱会 对同志标志的蔑视和管制 就是很好的证明 事件目前 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面 引起讨论 台湾媒体也都纷纷进行报道 对此冰冰认为 事件特显了 中国和台湾对待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差异 一名生活在欧洲的华人 同性恋者Anthony 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 专制中国 将同性恋人群 当作敏感群体 反映它和台湾 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差距 上个月 普林执行了朝二日游行 超过50万人走上鞋头 支持性少数群体的权益 甚至德国的议长 立正部长都参加了活动 作为一名同性恋 我看着到处飘扬的彩虹席 回想起过去在中国时 我甚至不敢说出我的兴趣下 Anthony也都指出 几个月之前 中共当局 关闭了中国最大的LGBTQ权力机构 北京同志中心 一些同性恋组织表示 他们在中国已经没有做事的空间 他认为是因为中共要铲除 所有可能形成组织化的群体 禁住所有领域的人权和平权复兴 全体的权力意识复苏 举办客重的活动和争取平权运动 与公民争取言论结设等自由冲合 这应该就是中共打压的原因 有评论人士指 中国在几十年极端的一胎化政策之后 因为人矿资源归乏 再推出走向另一极端的催生计划 而同性恋被当局视为 阻碍人口发展的障碍 彩虹是一首张卫梅 写给身边同性恋好友的歌曲 近年成为台湾同志游行的主题曲 又是张卫梅世界常会演唱 每站必唱的曲目 2022年4月 张卫梅在台北演唱会上表示 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让同志这个称呼和符号 可以从世界上消失 因为每个群体之间无不一样的 自由亚洲电台情报报道 伦敦图压场事件引来全球的热议 仍然相关的话题却在中国网络被禁 反共的二次创作图片也被屏蔽 《环球时报》前主片胡锡进 发文玉色是凌人 但是外国网红和海外艺术家的批评 仍然此起彼落 听下吕熙在伦敦的报道 伦敦图压场事件进入第四日 本台星期二再到现场观察 民众的二次创作和三次创作 再被地方政府清走 不过政府的油漆上面 又再出现了新的反共口号 在中国网络上面 相关讨论不断被灭声 在新浪微博上面 以伦敦图压场搜寻相关话题 直接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话题内容未予显示 如果单纯以池语搜寻 就仍然可以见到零声的讨论 不过关于二次创作的照片 几乎全部都被屏蔽 早前出现在图压场上的二次创作 包括各种要求平反六四 解放西藏 反对独裁的政治口号 网络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就在微博发文 司徒息事宁人 他说几个中国留学生 是出于好意 但就引发政治争论 过外国网红孤衣母线 只要口咬定这些中国学生 是低级红 高级黑 要么是你们学义不精 抄着好心 办成坏事 要么就是你们心里有鬼 你们根本就不是笨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 太个相反 你们之所以要在明年有条件 把红旗画好的情况下 将它画得歪歪扭 并且霸张旗鼓地将它高高举起 自处张扬 除了被网民狠批 今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 中国艺术学生黄汉珍 也都被不少艺术家批评 应该澳洲的华人艺术家巴雕草说 黄汉珍最大的问题 是覆蓋了以固图安艺术家 生前的最后作品 我们在从事街头创作的时候 也并不是说就是一种野蛮的生长 在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 会有一定的默契和尊重 并不是说对街头艺术 谁是都在改变 你就可以把任何的作品 cover掉 你可以把所有的作品 cover掉 黄汉珍最新的声明 说自己没有政治立场 又控诉自己被妄暴攻击 白条草认为 他的辩解創白无力 也拒绝承担创作者 应该要承受的批评和愤怒 他犯下错误之后 必须负责任而已 但是他就是冲着 去自动社会神经做的这件事情 他当然是有政治立场 伦敦华人李世上一场观察事件的发展 和网络动向 被落建事件 令到伦敦涂鸦牆 变成好像民主场一样 却对中国体制有意见的年轻人 凝聚在一起 自华州电台记者 吕希英国伦敦报导 日本福岛核废水 排出大海的做法 引起国际上的争议 驻香港总领事江田建一 早前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表示 港府一旦禁日本海产进口 将影响香港在日本的声誉 由日本资深国际编辑向本台指 向来低调的总领事 为日本政策解话实属罕见 他指出 香港是日本第二大的海产出口地 收益每年达到約40亿港元 如果内地和香港同步禁日本海产进口 将为日本海产造成重大的打击 听听张事人报道 日本预计最快8月将福岛核废水排出大海 港府早前说明 一旦日方排废核水 将禁止10个都远水产品进口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江田建一 接受Now新闻台访问时一再重申 如果香港禁止日本水产进口 一定会对香港的声誉带来影响 他又强调 废核水处理过之后 穿农度只是世卫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 被问到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加入RSA 江田回应就说 这是另一个议题 保证日本不会是一个以牙还牙的国家 我可以保证的是日本不是一个不合逻辑 卑鄙以牙还牙的国家 我最担心的是香港在日本的形象 150个地区已经对我们的海产没有限制了 28、29个地区只是撤销 但香港、澳门和中国只是加强限制 已经有20年之力的日本资深编辑佐藤先生就说 驻港总领事的作风一般都比较低调 过去只是离任之前接受港媒的记者访问 寒圈一番 接受主流媒体违访是外交的惯例 但在任期间接受港媒独家访问 他就没听过了 佐藤又分析 香港政府在政治上开始跟从内地的步伐 日本政府都开始为这件事招集起来 所以领事馆破例为这件事发声 又以理性合罗出的字眼向香港市民解说 福島核废水这件事 已经令到日本有负面的影响了 为了减少负面印象 都有很多宣传了 香港是日本很大的海产贸易地方 如果海产在香港那么瘦 是很大影响的 为了说服港府日本海产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接受香港传媒访问了 据2022年 龙林水产省的资料显示 农作物、林木和海产总出口量 香港是日本第二个出口地 贸易金额多达115亿港元 仅次于第一位中国的150亿港元 只是计海产香港同样是第二高 贸易金额多达41港元 仅次于中国的48亿港元 7月12日日本外务省就发新闻稿 江田建一就着福岛牌汇核水事件 连同外务省、隆林水产和经济产业省代表 在香港和港府官员见面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都在直上 江田建一向港府官员解释 IAEA同样也希望港府不要就肥核水事件 但为其他人造成不变甚至伤害的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昌世人报道 中国政府高调宣示医疗反腐半年 利益集团仍然稳于泰山 反而是大批一线医务人员成为被整肅的对象 最近当局强制要医护将工资以外的收入上缴 业内人士认为当局借反腐为名割韭菜 以帮保政府目前的财务危机 听听情文报道 中国嫌打医疗腐败持续半年 国家卫健委和各省市基检监测 将一线医护人员列为反腐主要群体 并且勒令各医院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积称的医务人员 退还近五年来收取的各种港货费 官方解释 退行这个做法的原因 在于一些药企多年来 一直打着学术交流的招牌 举行各种公关活动 以港货费的名义收买各大医院负责人 此外一些省市要求各医院的从业人员 对照自己所收取的各种工资以外的收入 预售上缴检检查部门 预期不绞的将会遭到厌处 记者向多名大陆医疗界人士了解 但他们都认为当局这次医疗反腐并没有实际效用 只是当局手挂文资文膏的借口 沈医生是江苏一名乡镇一线医生 他对记者说 当地有一家药房像精神地被查 他又说 类似的所谓反腐行动 每隔几年就搞一次 这次只是舅瓶伸走 而另一位医药公司老板刘女士认为 反腐只是政府从体制内人士身上割韭菜 来应对目前财政危机的招数 他举例 现在江苏卫健系统的内部通知 是要退还至2018年以来的港货费 因为这些费用可能有转账记录 便于操作 刘女士又对记者说 目前官方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 管控医疗行业 政府以集体采购的名义 彻底控制西药在临床上的应用 结果是造成医药品质严重下滑 相反中成药的药品回购 和虚假创新问题严重 在这次反腐当中 就未见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吹哨人 武汉中心医院急症科主任艾芬指出 国内一线医护人员 在这次反腐运动当中 成为了主要打击对象 但是一些多年来 臭名超注的医疗利益集团 即使是受到大量举报 都危言不动 背后原因涉及官商勾结 他们的上市公司的领导 他们是买手套 他们盘根错几 他们现在抓的腐败就是 公立医院的院长 还有卫健委的领导 手续回扣 比方说高价买一些耗材 仪器设备 这些东西 医药行业 医药公司的最近抓了好多 本台记者就此专门致电 国家卫健委 但是那个机构的宣传师说 采访需要通过他们的规定程序 而记者打通那道新闻署的电话之后 对方没有正面回应 这次反腐的问题 亦要求以书面提供问题 以及媒体工章和记者证件等 一系列证明资料 医疗腐败一直是备受民众痛恨的问题 其中欺诈医疗 无效医疗和药品 以及高额的医药和耗材回购 无效或低效国产药品垄断 导致民众苦不堪言 2006年 因为严重的药品审批腐败 并收取巨额贵赂 时任国家药监局长的 郑小鱼落马 一年之后被判处死刑 并以注射执行的方式处决 但中国医药领域的系统性腐败 依然越演越烈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导 台湾副总统 民进党下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赖清德 周日接受电视专访时 就社会出现疑美论辟谣 他指美国帮助台湾经济发展 退开最好伙伴美国是不治的 学者分析指 疑美论是中国对台的认知作战 目的是造成分化让民众对立 对明年总统大选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赖清德急于澄清 听听中广正报道 赖清德接受三立新闻台政论节目访问的兽 对于台湾近期出现疑美论指出 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帮助台湾经济发展守护台湾 而且要并吞台湾的是中国不是美国 他强调 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 去否定美国这个台湾的长期有人 推开最好伙伴美国是不治的 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 赖榮偉接受本台访问表示 疑美论是从去年九合一选举 之前就开始 是中共传统的认知作战 台湾在安全议题上 和美国密切合作 关系更达到1979年以来新高点 中共就以此作为设入点 但是最后却在紧要关头说 他不会实际伸援手 赖清德在专访中另一澄清重点 是所谓白宫依赖论 赖清德表示 只要多思考国际情势就不难了解 美国的立场是希望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权 这个是走向民主的国家 赖榮偉指出 白宫依赖论是指赖清德早前说过 当台湾的总统可以走进白宫 我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 中共就捉住这句话 大肆炒作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表示 不能够将赖清德进入白宫的言论 当作是台独行动的一部分 他认为这句话只能代表赖清德的理想或者梦想 是一个dream 我们希望台湾的总统跟世界各国总统都一样 因为世界各国总统都可以去白宫 那台湾的总统很特别 就是到现在很没有人可以进去白宫 包括蒋介石跟蒋经国都没去过 1949年以后没有完成的事 这个连国民党威权时代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我们讲一个梦想 而且是一个正常主权国家的总统应该要接受的待遇 赖榮偉分析指 台湾年轻人和终生代占总统大选投票人口三到四成 其中20岁左右年轻选民会在乎有没有战争 3到40岁就希望社会安定 中共用移美论和移赖论 将台湾政府索作为不可靠 可以影响到这些选民的投票意向 扭转选举结果 自由亚洲电台纵广正台北报道 接下来有几只新闻简讯 听下清风和大家讲下 香港警察国安署早前袁雄通七八名 涉及违反国安法的海外香港人 包括前香港学生运动人士郭凤怡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说 星期二八号上午 国安署人员搜查郭凤怡在香港父母的单位 并且将郭凤怡的父亲郭延生 和母亲李健 带回张军奥的警署问话 调查他们是不是还和郭凤怡 有任何形式的联络或者金钱往来 至今八名通七者中 已经有五名他们在香港的亲友 被国安署带就问话 目前郭凤怡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 香港民主委员会担任执行总监 他目前正在申请美国政治庇护 前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史达曼 星期一七号公开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低估了入侵台湾的风险 他又说如果习近平决定徽军攻打台湾 将会对中国习近平个人乃至全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而美国应该要做的就是要尽量避免开战维持台海和平 中国当局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局超过八余过 引起国际反弹之后没有停止的迹象 反而改为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运作 澳大利亚传媒报道说 中国已经开始使用云端技术 在澳大利亚展开警务服务 结合了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会议平台 和微信应用程式继续监控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 和恐吓在当地的中国议议人士 台湾在华北多地引发暴雨和洪灾 其中河南脱州是重灾区 部分地区的洪水已经退去 很多居民都陆续回到自己的家 但自己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 当地水退了之后 有尸体露出地面 衣衫不整 死状恐怖 另外当地农民的家畜 很多都在洪灾中死亡 清理淤泥 排走洪水成为当务之急 有脱州网民感叹 一觉睡醒 什么都没有了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